字幕提供 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那現在時間是4月20號,禮拜一 早上的9點58分 我們來跟各位做一個盤中的分析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很明顯發現到就是 從早盤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都是從現一個比較屬於 區間整理的一個盤局 那目前台股是小跌了20點左右 那如果以今天成交量來看的話 是比較亮縮的狀況 是維持大概在1300到1400億左右 那當然整個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整個美國股市表現不錯 我們可以發現到整個美股到窮漲了700多點 雖然這個地方還沒有去挑戰季線 可是它已經創近期的新高 但是美股比較強的是 是在放在高科技股上面 像整個NASDA指數 或者是整個費半的指數 都已經站上季線 那當然今天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漲不上去 今天不是只有台股的狀況是這樣 如果說我們今天 就整個亞洲股市的表現來看的話 上海股市目前是屬於小跌 在平盤之下 日經指數跌200多點 然後橫升指數大概跌個15點 大概都是在平盤左右 那會造成整個台股沒有走攻擊 沒有隨著美股走攻擊 其實這有幾個原因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重點就是說 本週的台股呢 我認為應該比較偏區間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這個地方是籌碼面 來決定台股本週的一個強弱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呢 美股在上漲的時候呢 其實最主要有一個利多的消息就是 瑞德西韋的藥呢 在美國實驗結果非常的不錯 所以呢很多一些肺炎的患者呢 在一週內有出院的一個狀況 那既然有這樣的利多 可是呢怎麼搞的牙骨呢 它長不上去 當然目前呢 這個瑞德西韋的藥效 是不是真的如整個 像美國的實驗是這樣 當然還有一些存疑在 可是我倒覺得啦 如果說真的瑞德西韋的藥 在美國的實驗是非常的不錯 那對於整個肺炎的一個狀況呢 會有緩解現象的話 那當然對全球股市是一個好的現象 可是呢這裡會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如果說當整個肺炎呢 有出現一個比較緩和的一個機會的話 照理說 美元的走勢呢 它應該不可以太強 為什麼 因為這波整個肺炎的狀況裡面呢 它市場上面呢 都是以美元呢 當作整個資金的避風感 可是呢如果說我們光就美元的一個表現來看的話 近期美元呢它就是維持在一個 前高過不去 前低跌不下來 維持在一個比較盤距 那最近呢因為整個聯準會的QE的實施啊 是大量放出資金 照理說 依照理論依據來看的話 美元應該是要走弱 可是你現在呢 整個瑞德西韋的藥呢 又發發展出來之後呢 如果真的對肺炎有幫助的話 那照理說你美元要跌 可是美元並沒有跌 還是維持在一個比較屬於那種 稍微整理的一個現象 這就已經預告著說 現在市場上可能還在存疑當中 還是以美元為資金幣封港 所以呢如果說美元在這個地方啊 沒有出現一個比較明顯走弱的話 對亞洲匯率而言呢 在這地方可能就是 會比較有一些壓抑的一個作用 所以你從今天整個亞洲匯率的表現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 新來幣匯率呢雖然是升值的 但是呢在整個人民幣的走勢上面呢 這地方啊反而還是屬於比較偏弱勢的一個走勢 所以呢在美元沒有走弱的情況之下呢 對於亞洲匯率的一個表現呢 就不會偏強 那瑞德西韋的藥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這地方就看美元 如果美元走弱下來的話 那這就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利多 因為目前美元為之在一個比較偏區間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它也造成說上個禮拜五呢 台股呢是出現上漲 可是如果說我們就從整個外資的期貨倉位來看的話 它不增反減 反而是減了兩千多口 現在呢外資的期貨倉位呢接近差不多在三萬二左右 也就是說外資期貨的倉位到目前為止呢是破四萬之後呢 反而已經開始慢慢又接近到三萬口的水準區 那可見呢目前就從整個外資的表現來看 這地方並沒有要出現一個屬於那種攻擊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我們對於整個台股這個禮拜的表現呢 要特別注意的是從馬面決定台股的強弱 那到時候呢你就看美元 如果美元沒有跌下來的話還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或者是比較偏強的話 對亞洲股市而言這個攻擊就比較不利 所以呢我們就以區間的盤局來看待它 那至於呢整個台北股市的走勢呢 我們現在該怎麼操作 上個禮拜呢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我們把部分的個股呢先做獲利調節的動作 比方說像2492的華興科 當初我們在174塊買接近200塊左右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做賣出 我們賣出的目的呢 是要去掌握這個禮拜的一個輪動 那除了華興科之外呢 比方說像是TPK 3673的TPK 同樣的股價呢 當初我們在這個位置去低檔買進之後呢 上個禮拜五來到季限位置區的時候 我們也開始稍微去做獲利調節 那調節的目的是要去抓 下一波輪漲的型個股在哪裡 那我們剛有說過 台北股市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就先把它看作一個比較維持在一個區間的盤矩 因為你外資期貨的商位並沒有增加 那到底呢 這個地方會不會有一個比較明顯攻擊的狀況 我們要去看美元 它是不是有機會去走弱 如果美元沒有機會走弱的話 那台股這個維持的盤矩呢就會持續 那既然它維持盤矩的話 那同樣的它就會伴隨著亮縮 上個禮拜我們把部分的個股往上調節完之後呢 目前我們正在準備的是 在整個低檔型的個股呢 我們要準備去抓它的人動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有一檔個股是比較十幾塊的股票 它目前的股價是禁止在31塊 那這類型的個股呢 在上個禮拜開始 我們開始去做低接 另外一檔個股呢 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上個禮拜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一檔50幾塊的股票 它本益比呢大概只有9倍左右 那是屬於低位皆低本益比的個股 目前也在一個低檔區的時候呢 我們也建議我們的會員開始去做低接 所以呢如果說你上個禮拜 沒有跟上我們一些獲利調節的動作 或者是一些上漲的個股沒有去做買進的話 我建議各位 這個禮拜呢 有新的股票呢 會開始走輪動 那這個 這類型新的股票呢 都是伴隨著台股維持盤局的時候呢 那是屬於比較偏中低價的個股呢 會有明顯的上攻 所以呢 反而趁這個時間年呢 開始去做一些低接的布局 反而在這個禮拜 你還有可以掌握市場上面的輪動 那如果說你掌握不到這些個股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呢 不知道該怎麼去做操作的 我們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的持股不多 而且我們是絕對有買有賣 那目前呢 我們在上禮拜調節部分的個股之後 已經針對這禮拜輪動型的個股呢 開始呢 進場去做布局 所以呢 如果說這地方 要願意跟著我們操作的 我們現在一季喔 只收3萬5 而且還在家送兩個月 也又說呢 5個月的時間呢 只收你3萬5 那平均一個月下來 大概只有7000塊 但是呢 這個優惠呢 我們是有時間性的 那時間到之後呢 或者是額滿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截止了 所以呢 把握這個一季3萬5 再送兩個月 限時的優惠 歡迎各位可以打電話進來 028773-8859 讓我但以掌握 這個禮拜 新的輪動型的個股呢 才剛要去走攻擊 那我們今天講解到這裡 詳細的解說呢 我們到1點鐘的時候呢 我們再跟大家去做解答 謝謝各位